这个项目是我们整改的赔本没赚的吆喝 怎么回事 第一项目介绍 这个项目还没有病往就被刮塌了 我们接了这个整改的内容就是 拆除最高处的一排电子板 加固支架结构 剩余的电子板再装一个屋顶的电站 差不多35000瓦 第二为什么被骗呢 讲一下合同内容 合同总金额28000元 一付款5000我是收到了 约定的项目建成以后验收 他也不验收 我们有其他的工程开工 他口头说过两天就给 到现在两年了23000元一直没给 第三反色 这种设计说明甲方就不懂光伏 他还没有病往验收 就被吹成这个样子 那肯定他的钱也没有收到 进而来说我的钱肯定也收不到 而且在施工这一周的时间里 他只有进场那天到了 之后一直都没有露面 这件事情我就该警惕了 咱们施工方是乙方的乙方 不能只盯着自己这点施工的情况 要看整个项目的情况 看甲方的情况 预料各种有可能影响自己回款的事情 这才是最关键的 看样子 赔本买卖 人生无偿 大厂包小厂